这通打给华航驻北京人员的电话 自称是反恐组织的人员 要华航转告北京机场 将遭到炸弹恐怖攻击 到底和马航班机失联 有没有关系 还是一个名 大批家属涌入会议室 马航安排与失联班机家属说明 两个多小时闭门谈话 依旧没有新的说法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来后确定你话 我们要去现场才去看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因为班机失联三天 依旧下落不明 劫机恐怖攻击的疑云持续笼罩 而华航也透露在事发前几天 曾经接到来自法国 自称反恐组织的电话 在3月4号的中午 有收到一个电话的情知 恐怖组织可能会对北京的机场 或者是北京的地铁 他会采取跟昆明一样的模式的 一个攻击行为 华航高层表示 有一名操着广东枪国语 自称是法国防恐组织的人士 因为联络不上北京首都机场 于是打给华航 告知可能在北京机场和地铁 发动恐怖攻击 虽然我们判定可能是 它不一定是 可能是一个假讯息 民航局判断以后 他们同样也提供给 北京的民航公安 神秘来电是有机可循 还是纯属巧合 一个个的谜团都让这起非安事故 越来越不单纯 有点TV张崇敏 陈玉硕 北京报道